科技巨迫英特尔2022年美国消费性电子展上 推出第十二代笔电处理器 还有独立绘图晶片采用台积电6奈米 礼拼两大对手挥达以及超微 去年12月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之声来台 还录影片大赞台积电 对外产品依赖台积电稳定的代工实力 内部则把焦点转往下一世代EUV围影技术 Norceland资本市场分析师Goss Richa上调英特尔投资平等 他表示公司终于开始执行连贯性策略 他认为英特尔可能将3奈米产品外包台积电 更预测英特尔已经开始与台积电讨论合作开发2奈米制程 去年ISSCC年度会议上 台积电皆是在2奈米领域将采用GAA的奈米片架构 取代过去骑士厂销电晶体 未来甚至能支援到1奈米 市场传出台积电内部将在2022年第四季成立市产部队 尽快打通2奈米生产环节的任督二脉 觉得注意的是 英特尔去年公布的技术蓝图中 旗下的英特尔20A就等同2奈米 量产时间设定在2024年 南韩三星则把2奈米GAA制程定在2025年推出 三方禁合关系受到矚目 新谈电视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